近些年,大家对于体制内的追求可谓是越来越魔幻了 很多大学生的出路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要么考公务员,要么就去折腾事业编 总之,为了编制都内卷到了什么地步了 这波情况同时也传导到了娱乐圈 娱乐圈的明星们对于编制也是一样的 很多明星为了考编,不比我们这些大学出来的人差劲哦 我们就拿关小彤来说 大家都知道,他可谓是妥妥的流量明星 可你们知道,他大学毕业后的选择是什么吗? 没错,就是选择考入体制内去发展 他正式考入了中国国家话剧院 要知道,这种国家级的事业单位 要想进去的话,可没那么简单 所以,关小彤为了这个编制可没少费力哦 熬夜刷题都是基本操作了 拼了命去刷事业单位,招考的题目 关小彤本身的工作就非常忙 忙到根本没有碰做其他的事情 只能选择几处晚上睡觉的时间来刷题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熬夜刷题 关小彤真的考上了国家话剧院的编制 端上了铁饭碗 足以看出来,关小彤有多努力了 也不知道陆寒如今看这个女友是什么心态啊 除了关小彤熬夜刷题外 娱乐圈还有一位为了编制更努力的人 而这个人便是刘浩然 想必这些年的刘浩然 我们都知道他是什么情况 可是,你们不知道的是刘浩然为了编制也是很努力的 有多努力呢 这么说吧,当时刘浩然为了编制连续考了三次 没错,他愣是考了三次才上案 第一次因为没把握好,翻车了 第二次呢 可能是因为竞争对手太强了 再次翻车,直到第三次 刘浩然终于在拼尽了全力之后 考上了自己心心念念多次的编制 他考上了中国煤矿文工团的编制 虽然也是事业编 但可见,刘浩然付出了多大的努力了 看看现在的明星们都那么努力了 你还不努力,怎么可能 当然,看到娱乐圈的明星都在开始追求编制的时候 足以看出来体制内是有多香了 不过,转念一想啊 体制内现如今这样的情况是不是不太好啊 毕竟大家都在卷的东西 往往也就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 这个东西大概率被过度溢价了 不然也不会出现内卷的情况 所以,我还是劝大家观望一下